今天我介紹一個超級簡單的湯 就叫做蕃茄蛋花湯 可能你住宿舍或住宿舖 突然想喝湯 但煲湯很麻煩 可能你沒有時間 只有一個小時 兼煮兼吃 如果有這幾樣簡單的材料 你都可以做一個 acceptable的滾湯 是很容易的 不是什麼特別的好味湯 是很適合的 例如你一個人住的 起碼要做兩碗 你用這些大湯碗 中的不是大的 中的湯碗 一餐一碗 做兩碗水內 煲滾 然後兩三個蕃茄 多一點好吃 最容易買的 超市都有的 兩三隻雞蛋 一定要有的就是豉油 最好是老抽 沒有生抽都可以 最好有這三樣東西 你已經可以做到這個湯 如果你幸運 有多些其他東西 有一點鹽 雞粉 胡椒粉 蔥這些是選擇的 最主要一定要有的就是 雞蛋 蕃茄 和豉油 現在的鏡頭 可以先拍一拍 這邊 先切蕃茄 先把蒸 洗乾淨 怕它有濃藥 不需要任何技巧 基本上切到一粒粒 切大粒小粒 沒所謂 先把它弄下去 這個碗當然是乾淨 蕃茄的框 撕掉就不要 像蘋果一樣 那個碗是不吃的 你喜歡打切切蕃 就可以 我們稍後會擠它 讓它出味 要煮的時候 讓它有些味 要幾個呢? 除了你沒有規定 三個 小的就四個 大的兩個都可以 夠了 不用太多 因為你一個人有兩個 好 水滾 就不要丟下去 不用了 先把它滾一下 我們現在預備雞蛋 OK 剛才說漏了 如果有蝦米 就把蝦米洗乾淨 OK 等下去 沒有都可以 一定要有的 就是蕃茄 雞蛋 和豉油 你說豉油加湯嗎 是呀 你不知道 日本有很多湯是加豉油的 味噌湯 好了 現在雞蛋 鏡頭是這個 先打開蛋 先打開蛋 你初學做的 一定是 混濁 又髒 又髒 不要緊 因為每個都是開頭 是這樣的 這麼多呢? 你熟手就可以了 OK 兩隻雞蛋 那瓶筋 可以筷子 可以發勻 好 等它融化 現在的蕃茄正在滾 現在的蕃茄正在滾 也要滾久一點 因為 它要等到蕃茄的味道 它滾了之後 你可以用大的羹 搓出 即滾出醬汁 OK 但現在還沒滾 滾它大概 五分 或者七八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OK 先這樣站好 剛剛忘記說 就是 你買蕃茄的時候 買一些 軟一點 熟一點 捏下去 特別深色 開始有些軟 軟一點 那些味道 比較濃 如果它硬的話 即是生一點 沒有什麼味道 可以選擇軟一點 好了 我剛才說了 就是 它滾得很厲害 要關小火 OK 看款式 因為總共要滾10分鐘才出來 你一路 用這些大羹 OK 拌勻它 不知道你們看到嗎 拌勻 拌勻 那些蕃茄 這樣擠出醬汁 你看到現在的湯全部橙色 OK 好了 過了大約10分鐘 你可以下蛋 剛才這些蛋 方法就是 先攪拌 它在旋轉的時候 慢慢拌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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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 看看它看什麼樣子 看 看 蛋花 這叫蛋花 看 看 你看 你去酒樓吃 你會看過是這樣的樣子 看 蛋花 好了 現在做好了 還有豉油 多少呢 不算 你會用一個 深淡淡淡 每次吃一湯碗 大概 半個湯匙 OK 這裏 我剛才做了 三四個份量 所以大概 一匙一匙 好 好 試一下味 先 可以再多一點點 說錯了 其實呢 每次 每次喝的湯碗 每次喝的 三分一匙 一匙 不用這麼多 那些是顏色 然後加一點鹽 如果有蔥 就加蔥 OK 然後再加一匙 好了 現在加了鹽 加了醬油 試一下 試味 先 做東西吃的 要試味 因為你現在還能調味 一些 要試一下 再試一下 鹽 多一點點鹽 如果你有白胡椒,放些白胡椒 没有的都可以,只有番茄、鸡蛋和豉油 如果你有鸡粉,放些鸡粉 但没有的都可以 半斤 再试一试味 这次番茄的味道不是很浓 所以不够酸 如果你去买番茄的会比较酸 我们刚才用新鲜番茄 但如果你住在宿舍 在超市买到一罐罐的 叫做Diced Tomato 切粒的番茄都可以 不过吃的,可以把它变成熟湯 现在煮起 现在可以用了 如果你想留一两碗 明天就放冰箱 明天用的时候,煮一下 好,可以了 拿下煮好了 切粒的 切粒 切粒的 切粒的 切粒